棒次喔 擠壓到 喔唷 頭左第一拍沒有接到沒關係 後面還有二壘手黃傑西 撈哥還能再打一次 喔 有沒有出棒 啊 主審直接說有了 所以先生 舉右手 代表達者有出棒動作 直接往紅中塞了 右半邊方向魔音接到最後自採了野包 右半邊的平飛球 魔音還要彎下腰來接了 哈哈 投好球要注意近一點 那一個獅頭馬上就被鄭凱文夯中了 但這一回選擇把變化球走在外角 也讓打者揮空 連續兩局 下一次閒人都有三陣演出 這縱向的位置跑得很漂亮 這球用拉的打高了 來看一下游擊手向後 我今天不敢太早說 因為風勢太亂了 就這樣子 兩三壞 最後一三八的速球 打者揮空 連續三局 下一次仙人都標出老K 還是走低角度的變化球 再來1K 還是一樣 這一回看到二壘手黃潔西守得精彩 轉到35左右 最後走145的HIGH FACEBALL 威文揮空之後自己搖搖頭 遭到三陣 現在是仙人今天已經投出5K了 放置打斷了 來看球的弱點 抓一手 往前移動 完成接傷 滾地球送到了游擊方向 陣子由接到之後 往二壘船 很常都是這樣子累積起來 這一球跪著打 打得很高 要考驗陳文傑 還在等球 還在等 雙腳持續移動 完成接傷 球上面壓力很大 突然來了一個變化球 慢的 三陣掉了劉基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下一次仙人 算是報仇成功了 對 今天的第6K 賞給了前面有全壘打表現的劉基鴻 應該是走曲球 對 把速度拉得再慢一點點 讓劉基鴻有點沒有跟進來 這個打洗 還是走 內側 最後下來是仙人 震臂吶喊